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几年智能手机发展的非常的快 可以说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步 而且呢这些智能手机都具备摄影和摄像的功能 因为是随身携带的物品 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只要掏出来就可以 不仅如此呢摄影摄像功能的性能呢也不断的增强 所以很多相机厂商赖以生存的低端卡片机市场 就被这些智能手机不断的蚕食 各大智能手机厂呢也在不遗余力的宣传自己的产品 说我们的手机拍摄性能呢可以干得过卡片机啊 干得过单反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广告毕竟是广告 那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为了验证这些自大的厂商的宣传语是不是真的 我就特意带了一台卡片机是松下的IRX10 这台卡片机的SIMOS画幅面积呢是1英寸 与其对比的呢是我使用的iPhone手机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相机的拍摄画质 实际上是跟这个SIMOS的面积有很大的关系的 RX10具备的1英寸的画幅面积呢 是将近4倍于iPhone所携带的相机的SIMOS的面积 所以单从理论上来说呢 拍摄出来了画面的画质基本上不在同一个级别 因为今天的这一次实拍呢是一个人像的拍摄 所以我挂载了这个Srey的60毫米手机镜头 它可以把iPhone的28毫米的等效焦距转换成一个人像的焦段 同样的我使用IRX10拍摄的时候呢 也尽量使用60毫米左右的焦段 我在使用两台相机进行拍摄的时候呢 也会尽量的保持相同的构图 因为是一个对比的实拍 所以说你可以在画面的左右两个角 找到两台相机的拍摄参数 从参数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因为iPhone它的广角端呢是F1.8光圈 相比于IRX10呢 虽然这台相机在广角端可以达到F1.4 但是当我们转到人像焦段的话 它的光圈就会缩到F2.8 然后呢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ISO的参数 像现在这个教室啊 光线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iPhone的iOS呢 基本上是保持在ISO100这样比较低的水平 而松下的IRX10因为光圈不占优势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ISO是在1600左右徘徊 之所以ISO这么高呢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另一个参数 就是快门速度 那么可以看到iPhone呢 它的快门速度会压得比较低 基本上就是在15分之一左右 而LX10呢 基本上是在50分之一左右 可以看到出来呢 松下的相机的它的曝光策略啊 倾向于把快门设得比较快一些 因为呢 如果你的快门速度比较慢的话 就会产生几个问题 一个是呢 因为我们手持相机的时候呢 都会自然的发抖 如果你的快门速度太慢的话 你手的抖动 其实是会对画面造成影响的 不过呢 因为两台相机呢 都是具有光学防抖系统 尤其是呢 iPhone比较自信啊 他认为自己的光学防抖非常好 所以即便是在15分之一的情况下呢 画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慢快门另外一个问题是 它很难锁定对方的动作 不过呢 因为我们像这种一般的人像摆拍 模特的动作呢 基本上不会非常的大 所以即便是这么慢的快门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呢 我想各位 在夜晚使用手机拍摄的时候 可能会经常碰见这个情况 比如说你的拍摄对象呢 它站的不是很稳 做的不是很稳 这个时候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就可以看到 会有非常明显 由于拍摄对象 移动所产生的模糊 这是因为呢 手机为了把自己的ISO压低 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曝光策略 因为大家都知道ISO提高的情况下呢 画面的噪点会非常的多 那么尤其是在夜晚 光线不是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像手机镜头的光圈呢 都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所以为了不让ISO标那么高 就必须要降低快门 但是即便iPhone它的镜头光圈更大 使用更慢的快门来获得更低的ISO 那么之前这些照片呢 放大以后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iPhone所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不管是噪点水平还是解析力 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跟1英寸画幅的LX10比的 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比如说法斯呀 比如说睫毛呀 美瞳啊 iPhone为了降低拍摄出来了画面的噪点水平 它所使用的这个降噪算法 会把画面的很多细节都给涂抹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便是在光圈ISO上吃亏比较严重 1英寸画幅的相机呢 在CMOS面积上是有比较碾压性的优势的 另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呢 光圈比较大 通常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浅的景深 这时候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背景虚化的效果 但是呢 我相信各位从放大的画面中也可以看到 虽然松下的LX10只能使用F2.8的光圈进行拍摄 但是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它反而要比F1.8光圈的iPhone所拍摄出来的画面 背景虚化效果要更加的强烈 而且也更加的柔和 虚化效果更好 所以呢 光圈的数值越大 其实并不代表它能够获得更好的虚化效果 反而是由于RX10的CMOS面积比较大 抵消了光圈比较小的这个劣势 之前大家看到 使用相机拍摄的时候呢 不光是有画面画质的优势 在其他方面的性能 比如说对焦性能上面 可以看到 RX10呢 因为使用了松下对焦速度非常快的DFD对焦技术 像这种连续的拍摄呢 它的对焦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可以让你更快更准确的抓拍到很多的画面 而相反呢 iPhone你可以看到它的对焦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 在这种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呢 它需要进行一个判断 前后拉风向比较严重 所以假如说你想要拍摄一些移动速度比较快的目标 比如说自己家火蹦乱跳的小朋友 像一般这种手机的对焦系统呢 是完全没有办法满足的 另外比如说一面相机 它是专门进行拍摄活动的工具 所以它机身上具有很多的拍摄模式 比如说各种场景模式啊 拍风景拍人像或者是拍运动 假如说你有基本的摄影知识的话 你也可以在相机的机身上找到各种半自动模式 比如说光圈优先快门优先甚至是手动挡 这些额外的波轮和按钮呢 其实是可以让你更好的去操控这台相机 在不同的环境下 可以有针对性的使用不同的拍摄方式 而不是像手机一样完全依赖于自动的程序判断 因为毕竟一个画面怎么拍最好 现在的手机智能识别呢 还是没有办法比有经验的摄影师更准确 比如说像这个具有激光的房间 我们想要拍摄一个流光的效果 手机暂时还是不能智能的识别 你需要使用一个慢快门的模式 而使用相机呢 我们就可以调到快门优先 并且把快门放得比较慢 这样就可以捕获激光滑过CMOS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照片 使用相机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 就是可以拍摄RAW格式的照片 这种RAW格式的照片呢 相比一般的手机所拍摄的JPEG格式 它所保留的现场光线的信息更加的丰富 一般JPEG格式呢 只能记录8位的数据 但是相机的RAW格式可以记录12到14位 整整是16倍或者是32倍的数据量 所以你后期处理的空间呢 就会非常的大 那么像这种高光和阴影的反差比较大的场景 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使用相机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它能够非常好的还原高光的细节 并且处于背光阴影部分的人脸呢 细节也保留得非常好 比如说这边的床铺和枕头 因为都是白色的 所以非常容易反光 你可以看到手机拍摄的画面呢 由于它记录的光线的数据没有那么多 所以枕头上高光的部分呢 就完全溢出一片死白 在过度的部分呢 还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色带 而使用相机拍摄的画面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 高光没有溢出而且过度比较自然 并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 手机拍摄出来的人物面部呢 感觉非常的平 没有一种立体感 就是因为记录的色彩深度不够 造成明暗过度非常的不自然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你拍摄的场景色彩比较丰富 那么手机拍摄出来的画面的劣势就会比较明显 就感觉画面拍摄出来的这个颜色呢 比较呆板不丰富 而且呢色彩比较乱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肤色的话 会发现手机拍摄出来的这个照片呢 就会感觉比较脏 而相机拍摄出来的这个照片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色彩呢 白里透红 比较柔和比较自然 看起来肤色非常的好 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 经过这么一期实拍的对比呢 不管手机厂商怎么吹嘘 在基本的画质解析力 一些操控上 手机是完全没有办法跟 即便是一个比较低端的卡片机进行比较的 更不要说一些比较细微的画质差别 比如说高光和阴影的还原 比如说明暗的过渡 画面的色彩 人物的肤色等等等等 尤其是光线比较弱的室内 或者是夜晚进行拍摄 对于CMOS的面积呢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手机连一个一英寸的卡片机都怼不过 就更不要说APS-C画幅的微单 或者是全画幅的单法 所以呢希望各位理智的看待广告宣传 虽然手机的变形性非常好 掏出就用 但是拍摄出来的画质呢 相对于相机来说 还是差的比较远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接下来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一个全画幅的相机 搭配大光圈的人像定焦镜头 拍摄出来的画质是怎么样的 阿卜垃圾手册 只做实拍 布下比比 拜拜 亲会和渡情 哪里免得 哪里以 вд我 整 áreas 要游戏 对说 robust 对 语 one 门 seminar 同时 全然 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